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吴岳良18日在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上表示 中科院正在启动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第二部太极二号双星计划 科学家2015年首次在地面直接观测到双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 有别于地基探测 在空间可以探测到中低频段的引力波信号 能够发现天体质量更大 距离更遥远的引力波波源 揭示更为丰富的天体物理过程 中国首科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 于2019年8月成功发射 迈出了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电机性的第一步